所以我感到像 技術要清 感到可以回到家庭的社會 如果能回到家庭的社會 過去的農村社會 你知道多少 在家庭都穿了 在家庭水 給我家庭 四片二十三片 我是我的家 帶我經過四月三個 領帶海 他帶我家庭 在家庭前庭的僧帽 在家庭上的水平 很像我的英文 在某人經過什麼樣的路徑 有感受到 上天一路一直在帶我 上天一路都在幫我發揮 所以這個感受實在很好 在乎來的時候 我也一直惹惹 我的身體 我的什麼 讓我沈默 住宅 一直在那裡躺著 還說天氣這麼寬 就是從我上天這個發生了後 來到這裡 隊長到這批 實在是我上天的 我跟媽媽 穿是我很多 讓我自然 在這裡 剛才有時候 帶這隊長的我們會選擇 讓我感覺很自然 我真的實在是你的頭髮 謝謝 所以 你們就這樣 從那邊分享的一塊 和我一樣 這兩位的 對不起 我現在沒有描到話 不過我現在也知道 弟兄姊妹 你們想都是想像力 一直想像力帶著走 這位這位 姐妹 你的想像力是帶你回去回憶 所以是開放想像力以後 他就進入回憶 回憶本身也是一個很好的祈禱 然後 阿彤這個人想盡情的感覺 有時候你花一點點時間 去回憶過往的事情 這專注的去回憶本身 是一個很深的祈禱 那所以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道理 然後我剛剛在提到這老師是 那個想像就進入邏輯的部分 那 那個 所以 想像力可以 我們就會發現 我們的自己 在年修的路程上 那個一個 那個一個能力 比較曉得在哪裡 因為我們人有各種不同的人 就是說 如果 以那個人格來講 事實上人格裡面有 八型或十六型 我想是一種思考型 是一種感覺型 思考感覺 然後 直覺 然後 intuitive 就是感覺型的 思考型的 感覺型的 直覺型的 所以 你很自然的 你不用說 如果我不要思考型的 我很可能還是會回到思考 所以不一定看明的人 他有人就是 他是那種感覺型的 他就會感覺很強 很強 感覺型比較強 那直覺型的 可能那個感覺 不是那麼強 可是他是有這種 直接反應 那所以 這個就是 對我們自己的那個 認識 如果越來越深深 實際上 我常講說 靈修 為什麼靈修 願意走靈修的路的人 有時候不是 大家都說 願意走 都怕走 不是說 很多人都會願意進去 可是事實上 我們在走 靈修的道路的時候 我常常在講 比較重要的是 就好像 那個 你拿那個 調瓶 調瓶 你要調到你的去 你要調到你的調瓶 你調對的 欸 那你跟那個 上帝之間的 這條線就通了 所以 為什麼有些靈修 就走五年 十年啊 十五年 就不斷在尋找 那 很多靈修方法 然後大家 後來就迷思在 找一個方法 再找另外一個方法 像你們說 從傳統的 那個 敬拜 或者什麼 什麼敬拜 這樣 你知道嗎 然後 打坐啊 或者是 就是大家都一直在尋找 各種不同的靈修方法 可是我覺得 後來我覺得 越來越重要的是 你要找到 何是你的 那你就 你自己的那條線 跟整個線通了 不用一直在去尋找 新鮮的方法 所以有些人就是 迷思在不斷尋找方法 你講啊 這個又沒有心 這是用什麼心意 要找到 重點不在那裡 重點是 你在那個 靈修的過程當中 你找到一個 我記得你覺得 那個途徑可以讓你 跟主能夠很親密地在一起 那就是對你很好的報答